好 想听消息带你来看这次台中阿拉帕不大火 九名罹难者今天头七而一早胡志强 他是来到了灵堂前来祭拜 好 目前见到最新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陈立如 好 是的主观中朋友 台湾市长胡志强一早来到这个势力殡仪馆 你可以看到他下车之后表情就相当的凝重 而且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来到这个 杰克丹尼夜店九名罹难者的灵堂前来上香 那么今天是九名罹难者的头七 不过原本是传出说胡志强要率领市府的一级主管 一起来为这些罹难者上香 但是早上一级主管并没有现身 只有胡志强一个人来到这个现场 不过胡志强在刚刚碾香祭拜完之后 就匆匆转身离开了 而且胡志强一发不语 什么话都没有讲 那么头七的现场一早家属是没有在现场的 头七法会是晚间才开始 但是胡志强一早就来碾香祭拜 那么一级主管呢 现在都转往台中市议会要来接受质询 那么胡志强在刚刚上香完之后呢 也随即赶往台中市议会 要来针对这个火警的案件报告呢 来接受议员的质询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 谢露透过画面呢 本原本是要率领的这个一级主管前来 但是今天您看到 只有胡志强一个人单独前来上香之意 而表情是相当的重 谢谢 拜拜 谢谢 感谢观看